好,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知识点,摄影机动画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课程大纲 上一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三个三维动画的案例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讲解摄影机动画 那首先摄影机动画将由两部分构成 一个就是摄影机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摄影机关键针案例 第二个是摄影机 深拉案例 那我们最后也是希望通过建立摄影机动画 来结束我们Motion5的整个课程 那相信你对前面所有知识点的逐个学习呢 如果你是比较认真的去学习整个动画的体系 整个Motion5 相信你在看完整门课之后呢 一定可以完成自己的小动效 那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时间 继续推出相关的高级课程 来主要讲解更多复杂的动画效果 同样也可以做出更炫更酷的一些UI设计动效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实际案例效果 那这些效果都是通过摄影机行为来建立的 也是最最简单和最基础的动画效果 好 下边我们就直接来到Motion5 看到在画面的这个地方 创建摄影机 选择它就可以在项目中创建我们想要的摄影机效果 好 已经添加了一个摄影机 看到这个地方群组已经变成了3D群组 好 我们先来修改一下项目的背景颜色 同样像前几节课把它改变成一个青色 改变环境 好 来到群组 我们先来建立一个巨型 再输入麦字学院四个文字 好 我们来到画面的这个地方 可以在这里对文本进行文字的编辑 好 修改文字的位置和大小 调整它的位置 修改文字颜色 把它调成和背景一样的青颜色 再来到巨型 为它添加外框 也选一个青的颜色和背景一样 好 下边就是把这个群组复制 拖拽新的群组 好 修改群组2的位置 来到属性 位置 下边有 下边有Z轴 修改它的位轴关系 让它挪到群组1的后方 好 全部选择调整一下 位置 好 我们同样还是需要把文件保存一下 摄影机保存 好 下边就是要为摄影机添加行为了 我们来到资源库 行为 下边 摄影机 看到在这个地方 有6个行为 这6个行为 我们在画面的左上方也可以预览到它的运动效果 那这6个行为就是资源库中为我们预制好了的顺机行为 我们来逐个看一下这些行为都是怎样的效果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逐个为摄影机添加行为 先添加第一个 放大缩小行为 先要修改一下摄影机行为的时长和项目时长 好 下边就是来到检查器 行为 对行为进行编辑 好 此时就能够播放看到 摄影机有了一个推拉缩放的关系 好 再来播放看一下 全屏 好 此时我们就添加了一个摄影机放大缩小的行为 好 这个地方还可以对行为修改它的运动速度 我们再来全屏看一下 行为就有了一个运动速度上的变化 好 下边我们继续为摄影机添加行为 把第一个行为删除掉 我们再回到资源库行为 下边摄影机行为添加第二个对焦 好 对焦行为也添加上了 同样要为对焦行为编辑它的播放时长 好 修改好了 我们来到上方渲染 渲染这里能够看到有景深 因为我们在这里需要对摄影机进行景深对焦的设置 所以在渲染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景深勾选上 如果不勾选景深 那无论你怎么调节摄影机的景深或者是对焦都是没有效果的 一定要切记在这里要勾选上景深 好 选择对焦来到检查器 还有目标 我们把群组副本拖拽到目标之中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放大 看到在摄影机滚动的时候 能够看到对焦点是慢慢的对向了后方的麦子学院 对吧 在这个地方能够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边制作 再来资源库 下边选择框起 拖拽到摄影机 对摄影机的行为进行时间上的修改 检查器 行为下方有目标 继续把群组副本拖拽到目标之上 好 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框起 就有了一个对群组副本进行框选的运动效果 好 我们此时把井深勾选掉 因为没有没有涉及到井深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井深勾选掉 好 继续播放看一下 这个行为就是框起行为 摄影机把目标框取出来了 好 此时我们现在来选择另外一个观察角度来看一下 摄影机到底是怎样运动的 我们选择上 缩小 选择摄摄影机 我们来看一下摄影机的运动路径是怎样的 能够在预览器窗口中看到摄影机的运动效果 就是画面中的红线 就是摄影机的运动效果 其实这个效果和通过建立关键帧来实现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在资源库中 Motion 5为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和快捷的调整方式 省得你在关键帧或关键帧编辑器中 对摄影机进行关键帧的编辑才能出现这样的效果了 资源库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电捷快捷的路径 好 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好 我们继续往下边编辑 把框起删除掉 再回到 好 我们把摄影机的播放时长也修改一下 然后回到资源库 下边接着选择扫动行为为摄影机添加上 好 扫动行为已经有了 我们来播放 看一下 全屏 看到扫动就使得两个有Z轴 错位关系的图形有了旋转上的变化 这就是 圣机扫动的效果 好 我们接着选择上方的观察窗口 调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摄影机扫转 摄影机扫转就是屏幕上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运动效果 它在围绕着群组一进行一个扫楦扫动的感觉 好 返回我们把这个行为我们把这个行为再继续删除掉 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删除行为 继续添加 第五个行为 缩放层 为摄影机添加上 来到检查器 同样有对象 我们把群组副本拖拽到对象之上 那边对缩放层进行行为路径的修改和调整 好 再来到时间轴 播放看一下 那缩放层其实和推拉或者是框起还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效果 下边我们再回到上时图看一下 摄影机的缩放层是一个怎样的运动效果 那摄影机除了路径运动之外 还有了一个前后深拉的关系 那这个效果就是缩放层所带来的摄影机运动效果 看就是这个地方 摄影机会有一个推拉深拉的效果 好 返回我们继续删除掉缩放层 来到资源库 看最后一个推拉 我们把推拉行为为摄影机添加上 检查器 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推拉也可以有距离和速度上的变换 我们先做修改 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我们来看一下 推拉的摄影机运动效果是怎样的 好选择推拉 接着接下来就是对推拉行为的参数进行编辑 距离 距离增大 距离也不能够太大了 要不然就看不到图形了 好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推拉在活跃的摄影机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运动效果 现在这个效果就是推拉摄影机行为的运动效果 我们再来到顶视图上方来看一下摄影机的运动路径 选择摄影机 看到红色就是摄影机的运动路径 好 那么这节课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讲解如何添加摄影机行为的课程 那更多的摄影机行为还是可以通过对摄影机添加关键帧来实现的 那在资源库中Motion5为我们准备的这些摄影机行为只是一个便捷的操作方式 案例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是对摄影机行为进行一定的熟悉和了解 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对这六种摄影机运动行为多做练习 可以多做调节你的心中也会有一个对Motion5摄影机的基础认识 好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见